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川普总统在被起诉的当天 当他返回到海湖庄园发布全国讲话时 就提到了美元危机 第二天 他又在真实涉美发帖说 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 三年前根本想不到会这样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而且是在拜登领导下很可能会发生 那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美国将降为二等国家 川普连续讲到美元危机 足见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而且迫在眉睫 这个问题影响到的不只是美国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世界经济龙头 如果要是倒下 全球将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 众所周知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其实与全世界使用美元有密切的关系 美元不仅是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货币 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货币 甚至许多国家将外汇储备与美元形式持有 美国也因此在世界经济和贸易政策上有绝对的话语权 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的环境恶化 外界担心大约在2024年上半年 美国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美元危机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美元出现危机并不是第一次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格外不同 会危及到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 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怎么形成的 俗话说 谁持有黄金谁就能控制规则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接受黄金 顺便提一句 对于黄金能成为各个国家接受的硬货币 经济学家可能会述出很多的理由 比如黄金不易腐蚀 容易分割 容易点高 还有黄金的供应量相对稳定 比较适合制造货币等等 其实在宗教中 黄金被描述为贵重且神圣的金属 被用作赎罪奉献和质押 黄金也就成了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基础货币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现在 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 伴随着战争的胜利 这让美国能够围绕美元重建全球的货币体系 1944年7月建立了布莱顿森林体系 通过固定汇率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 与美元挂钩 同时美元与黄金 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汇率相联系 布莱顿森林体系 使美元成为世界首要的储备货币 其他国家也储备美元 用于国际贸易支付 或以承诺的价格 与美国政府交换黄金 然而 布莱顿森林体系注定要失败 1961年11月 美国与7个欧洲国家的黄金储备 组成了伦端黄金池 其中美国提供50%的黄金 8个国家通过伦端黄金池 捍卫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 但是由于越南战争 以及福利支出 美国政府支出失控 大量印刷美元 流通中的美元急剧增加 比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 所能支付的美元数量要多得多 这就意味着 美元不那么值钱了 黄金价格过低 其他国家 纷纷把他们用美元兑换成黄金 法国率先退出了伦敦黄金池 1968年3月 伦敦黄金池崩溃 此后 美国的黄金储备 以近人的速度消耗 1971年8月15号晚 尼克松总统突然发表电视讲话 向全美和全世界宣布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美国单方结束布莱顿森林体系 由此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 这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标志着固定汇率制结束 浮动汇率开启 美国结束布莱顿森林体系 还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地缘政治后果 就是石油美元的诞生 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 其他国家就没有必要 储存大量的美元 并使用美元进行国际贸易 美元的重要性大跌 迅速贬值 因此石油山产国 开始要求用黄金购买原油 这就迫使美国 不得不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 来稳定美元 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 制定了一项计划 将扩大全球兑美元的需求 美国选择了沙特阿拉伯 作为合作伙伴 因为沙特阿拉伯 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 并在全球石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1974年 美国与沙特达成了一个协议 被称为石油美元体系 在石油美元体系的框架下 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和安全保障 作为交换 沙特阿拉伯将做三件事 首先 沙特将利用自己在欧派克 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导地位 确保所有的石油交易只能以美元进行 第二 沙特将每年拿出部分石油收入购买美国国债 这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美国政府的信心和信用 第三 沙特还将保证石油价格限制在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以防止石油禁运 此后 其他欧派克国家相继加入了石油美元体系 正是石油美元体系规定必须使用美元结算 从而保持了美元作为世界顶级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是石油美元而不是选择其他商品呢 这是因为石油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战略性的商品市场 每个国家都需要石油 那么当他们进口石油时 就需要用美元来购买 所以其他国家仍然需要建立美元储备 不仅如此 石油美元体系还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人工市场 比如说 法国想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 那法国就必须先在外货市场上购买美元 这就为美元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此外 由于石油市场非常庞大 使得它充当了国际贸易的基准 目前 在全世界所有国际交易中 80%使用美元支付 实际上 除了商品交易中使用美元外 世界各国的人都乐意接受美元 因此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石油美元体系这个战略非常出色 通过要求 在所有石油交易中使用美元 造成了一种错觉 即石油和美元是等价的 在随后的半个多时机 尽管美元已经成为 仅由政治承诺支持的法定货币 但石油美元创造了世界各国对美元的持续需求 令各国储备大量的美元资产 而这是美元才拥有的特权 总之 石油美元体系 带给美国的好处 怎么说都不过分 美国政府也一直非常强烈地保护这个体系 尽管有个别石油山产的国家 曾试图脱离这个系统 美国都以战争结束了他们的企图 不过过去20年 石油美元体系遭到了金砖五国的强烈反对 金砖五国是指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这些国家一直在协调他们的政策 试图尽可能地绕过石油美元体系 可是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 虚美元化突然大爆发 沙特内阁批准了该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决定 拜登政府支持的巴西新政府 宣布于中国的贸易不再使用美元 改为直接进行本币结算 东盟十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 讨论如何减少对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 主要货币的依赖 转而使用本地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印度与马来西亚也宣布两国的货币改为本币结算 在此之前 俄罗斯、印度、南非早就在相互增强本币贸易结算了 所以放眼看去 东南亚、南亚、南非到南美洲 去美元化势不可挡 金砖组织甚至准备提出新的国际结算货币和支付系统 也许是黄金、也许是一揽子货币 用来对抗美元和国际间 以美元结算的Swift系统 上下的欧元区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 与美国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 如澳大利亚、日本等继续使用美元结算 石油美元体系也依然存在 当中的产油国出口石油仍只接受美元 但是又一次法国出头 向这个体系开了第一枪 3月28日 法国道达尔南云公司 与中海油完成了首单 以人民币结算的液化天然气交易 通过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完成 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这笔交易涉及阿联酋生产的6.5万端液化天然气 法国公司从阿联酋购买再转手 以人民币计价卖给中石油 几天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北京 带去了一个庞大的经济代表团 这是川普所说的美元危机 并认为在拜登领导下很可能 中国正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 对人民币能替代美元这个看法 我们还只保留态度 但是美元危机怎么突然就出现了呢 这可以说是始于去年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实行了 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其中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被称为金融核战争 拜登政府扣押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 并把俄罗斯的银行踢出了SWIF系统 当时俄罗斯中央银行在美国储备了 价值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被制裁后 其中超过一半俄罗斯完全无法动用 问题是这些储备不是美国的资产 而是俄罗斯人拥有的美元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扣押造成俄罗斯银行挤兑 使俄罗斯的信贷系统崩溃 但是它并没有发挥作用 普京把罗布跟黄金挂钩 稳住了罗布 而且俄罗斯本身是能源出口大国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拜登的制裁反而促成了俄罗斯 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此外 普京再次组织了由金砖五国 来组织国际贸易摆脱美元 那是一个大规模的趋美元化的行动 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俄罗斯自身 其所有的贸易流 从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和服务中转移出来 并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拜登政府本想把美元作为武器 迫使俄罗斯信贷系统崩溃 然而其反作用是 让其他国家都看到了持有美元的政治风险 美元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价值储备 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也开始大大降低 于是去美元化开始了 一些国家在持续抛售美元资产 在国际贸易中也不再使用美元 它已惊人的速度加速 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发生 将美元拒之门外 美元作为世界储币货币的地位 正在接受挑战 那么人民币会代替美元 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吗 去年3月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 沙特阿拉伯正在与北京积极谈判 以人民币定价向中国出售的石油 在拜登政府大搞绿色能源 要抛弃石油天然气的时候 中国购买了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的25% 所以沙特想要讨好留住这个大买家 问题是 习近平敢像美国那样 以军事保障沙特油田的安全吗 退一步说 如果沙特阿拉伯真的实现了 以人民币与中国进行贸易 打造出一个石油人民币体系 这个石油人民币也不会像石油美元那样 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大家都会吃一战涨一智 不会动辄拿本币去买人民币在进口货物 最嘲讽的将是 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系之间 美国大量进口中国的产品 远大于向中国的出口 从而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主力 习近平哪有底气对美国人说 你必须用人民币买我的商品 目前 80%的交易以美元计算 这不是可以迅速取代的 当然 如果其他国家都抛售持有的美元储备资产 这对美国经济将构成致命的打击 美国在海外有大约30万亿美元 如果这些美元被清算回流到美国 那美国将出现超级通货膨胀 美国经济灯塌 其他国家又如何能独善其身呢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